留着一头利落短发的罗辉宇 擅长用照片记录生活 二十年的创作中 他不断将镜头聚焦在 女性身份的主题认同上 这次的展览名称也充满了诗意 是他的小孩吴玉中说的一句话 眼泪是海洋座的 这一次展览的名称叫做 眼泪是海洋座的 那这句话其实是我女儿 四岁时候的一句话 有一天他在车上哭了 边哭边舔眼泪嘛 爸爸就问他什么味道啊 咸咸的吗 他就回答眼泪是海洋座的 那我当下觉得这句话 非常具有诗意 有味觉有视觉也有情绪 那这个主题刚好可以反映 我这一次的作品 罗辉宇以年龄做区别 二十多岁在纽约读书 三十岁回到交大工作 四十岁成为两个孩子的妈 他的角色不停变换 而照片则是忠实记录下 他的心情写照 二十几岁 独自在纽约念书 所以那个时候 孤单一个人 可是也是勇敢的 面对未来的世界 所以那部分是 二十几岁的生命历程 那三十几岁就是以 现场的光强的花的作品来表现 花就是一种生命的绽放嘛 那夜间的花作品 我是用手持 一手持手电筒 一手持小型相机 两只手同时晃动的方式来拍出 这样子比较不一样的夜间的花朵的系列 那四十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四十岁我成了双胞胎的妈妈 那这个身份的转变 当然也刺激了我 产生了不同的新的系列的作品 在深厚的这一系列叫做 妈妈的自我凝视 交代英文中心今年是成立第二十年 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光 交代英文中心找来曾经在英文中心服务的罗辉宇 举办个人展览 希望独特的照片能够引起学生不一样的学习经验 其实摄影不一定要找专业的摩托 不一定要去美拍 不一定要找非常特殊的一些景点 或者人工化的布置 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就可以随手可以取得 那你可以透过不同的学习跟累积 那运用非常简单的工具 就可以拍摄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为我们的生命历程来做记录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策划这样子的一个展览 特别的一个用意 这次跟罗慧瑜合作的策展人侯鹏辉 是以前罗慧瑜教过的学生 能够在相隔18年之后 替自己的摄影启蒙老师策展 侯鹏辉感到的不只是荣幸 更是有着无限的感性 人生当中其实不太容易有这样子的机会 就是我们在18年前在这个地方我们遇到了 但18年后我们竟然都还在这条路上 然后今天他要举办回顾展了 我们都一起曾经在这个空间过 我们也一起都在摄影这条路 也一起都创作过 然后由我来帮他做执行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生命当中 非常珍贵的一个体验 一个时刻这样子 交代英文中心的罗慧瑜各展 从即日起到6月2号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